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求子不得的夫妇 他们心中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就是为什么别人能生 他们却不行呢 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赖医师了 为什么看别人怀孕这么容易 但是等自己要生的时候 却怎么样都怀不了孕 到底为什么会不孕呢 主要不孕症的原因 大概可以概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男性的因素 第二大类是女性因素 第三大类就是不孕原因 大概男性因素大概是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女性大概占百分之五十 不孕原因大概占百分之二十 又可以再细分为排卵障碍 卵巢方面的问题 第二大类就是素养管阻塞的问题 第三大类就是子宫的本身的问题 那还有一大类是跟相关像免疫 或一些慢性疾病 或染色抵异肠的问题 男性因素的部分 其实最主要是它的品质方面 出现了问题 像常见的像数量太少 或者是活动力下降 那或者是它形态不好 还有一大类就是所谓的性功能障碍 还有就是像是一些疾病 像比如说糖尿病 有些病人他会有所谓力行性射精的问题 像有些染色体异常 另外就是精锁经脉曲障 那或是一些职业的问题 比如说在高温像厨师 或者是这种长途客运的司机 或者是在厨房里面工作的 这个高热的环境下 这些工作者他的高温度高 这个噪精的状况就会有受影响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药物性病的问题 不明原因的补运 这一部分是目前在生育率的评估方面 还需要再进一步研究 如果是真的被诊断是补运症患者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做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人工受精 如果你的疏患管是通的 那我们可以还是做体内受精 就直接把精子在体外处理好 取代性行为 用这个管子把这个活动力最好的精子 打到这个子宫腔内 这个距离疏缓管最短 那就比较容易受运 人工受精 经过两次三次没有成功 可能你们的问题是出在 这个精卵不来电这个部分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走体外受精的方式 就是我们俗称的四管理人 就是把精子卵子取出来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帮助你受精 那受精之后再把它培养到胚胎 大概培养三到五天在植物体内 那这样就能够怀孕 传统的第一代的四管婴儿 它是直接送做堆的方式 就是在体外精子卵子取出来 那在实验室就放在培养瓶里面 那也不做什么隔天早上再看有没有受精 第二代的四管那就是强迫受精 就有人工的方式 把这个最活泼的精子打到这个卵子里面 直接受精 这个叫做单精从软细胞质内显微注射素 第三代就是所谓的胚胎着床前的这个基因筛检的技术 就是我要生一个健康宝宝 那我在胚胎要放进去这个母体的子宫内之前 我做胚胎切片 把这个切片细胞去做基因放大 然后确认这颗胚胎是正常的 那我再把它植入母体的体内 其实还有所谓的3.5代的四管婴儿 我们叫做子宫内抹容收性的检测 就是帮我们找出最佳的着床的窗期 在放胚胎的前一个周期 我们先做内抹的采样 然后去做基因的分析 确定这个时间点是最佳的着床期 那下一个周期的时候 我们放胚胎就根据它的指示 在这个窗期里面放胚胎 那这样就比较容易着床成功 现在还有所谓的第4代的四管婴儿 就是所谓的缩时摄影胚胎监控系统 大概每一分钟拍照一次 然后把这些影像资料就输到电脑里面 那用大数据常模方式去分析 再加上所谓的AI人工智慧的那个电脑的运算系统 就帮你挑出说这个胚胎哪一个是比较好 那我们再选那个分数比较高的胚胎来植物 那这样成功率会比较高 经手过这么多不孕症夫妇啊 有没有一些印象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呢 其实我还有碰过就是先生年纪很大 太太也是一个退休的老师 那他们之前是有个堵子 发生了车祸或是 妈妈就想把他小孩子生回来 可是他已经停筋了 子宫也萎缩啦 软槽也萎缩没有软 采取戒软的方式 可是他子宫萎缩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让他再回忽回春回来 大概三到四个月的荷蒙治疗 让他子宫回忽到还没停筋的状态 那再配合这个捐软者 再跟先生的精子体外受精 然后再把他放回去子宫内 那就很幸运一次就成功 那还怀了双胞胎 接下来是我们升级医护员的时间啦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问题 我想要努力积极做人 请问我日常生活要注意什么 才能有助怀孕 其实就从日常生活里面来做起 女生的话基本上 做起规律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女性的荷尔蒙其实是 有些荷尔蒙是受日运率的影响 就是像有些蜜乳素 你如果太晚睡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蜜乳素才高起来 可是你晚睡的时候 这个蜜乳素 它升高的时间点往后延了 结果变成你起床的时候 这蜜乳素还没降下来 蜜乳素太高的时候 就可能开始就干扰到你的那个 排卵的系统 排卵就会受到抑制 那就开始乱掉了 排卵乱掉 那就不容易 这个排卵器抓不到 就容易不硬症 另外就是 饮食方面要注意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工的食品很多 现在我们发现 有很多的塑化剂 它有可能会干扰到 我们的生殖内分泌系统 那就导致不硬症的问题 塑化剂也有人说 它容易造成所谓的子宫内膜异症 造成所谓什么巧克力囊种 还有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双分A PM2.5 还有一些农药残留的问题 像有一些油渣类的食物 可能这油品里面也有一些污染的 的什么 类似像多绿莲本 甚至连听说这个矿泉水啊 手摇杯这种塑胶杯 高温的东西放在这个塑胶杯 就会融出那些所谓的塑化剂 这也都会影响到女性的一个生殖功能 当然你可以 像常见对生殖有帮助的叶酸 Q10 那或者是 维他命B群 维他命C1 那最近比较夯的这种维他命D3 这个都是促进生殖功能 这个我们可以多摄取 男生有没有一些保养的方式呢 男生的部分 其实也是一样 作息当然需要正常 尤其是男性有些工作压力比较大 他交际应酬多 烟酒不离生 那这个有可能 就可能让他精益的品质就下降 甚至于有时候你喝酒喝到酗酒 可能就影响到性功能 还有就是 避免过度穿太过紧身的衣裤 搞完太热的话 也是会造成皂巾上的一个异常 那另外就是 这个运动 男生运动其实可以促进这个皂巾 可以吃一些 袋壳的海鲜类像虾蟹 或者是蚵仔或者是干贝类的东西 他们会有一些微量元素 像一些鲜啦 萌啦 这些东西也很多 啊当然叶酸 那什么精胺酸这些 维他命C E 这些都也是对皂巾有帮助 也是可以多摄取 如果不想生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自己有不孕症啊 过去的人认为不孕症 不痛不痒不病 那我不生 我当顶客族 我就不会有不孕的问题 其实这不是完全对的答案 有很多不孕症 不管是男生女生 他有不孕症 他可能有 背后有健康的危险因子 已经在他体内发生了 比如说 动肝性软潮症患者 其实他虽然不想生 可是他可能过了 啊一个年龄之后 他开始会有所谓代谢症候群 因为他的代谢率会比人家慢 所以开始就肥胖 那开始就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的问题就跑出来 容易心肌梗塞 容易糖尿病 容易高血压的问题 甚至于接着就中风 晚年后停经后 有可能子宫什么内膜增生 子宫内膜癌 卵巢癌的问题都跑出来 男生也是一样 可能我精子浓度不好 我的活动力不好 可能潜在我的血管系统是有问题 可能是有血管阴化的问题 未来的高血压 或者血管栓塞 中风这种可能性会比人家高一点 所以不硬症 不是不想生就没事 你应该把它视为是健康的一个问题 来这个好好的看待它